世界和平永远不可能实行 和平这两个字 有因有果报 和是果报 大家和睦相处 平是因 如果不能做到平等对待 和睦就没有了 不可能和睦 那我们问 人与人之间能不能平等 要有供高我吗 你不如我 我比你高 和睦就没有了 过与过能不能平等 族群与族群能不能平等 宗教与宗教能不能平等 只要能做到真正平等 世界和平就实现了 所以我们要想得 我们的心 共高我慢 自以为是瞧不起人 你的罪过很重 重在哪里呢 你破坏社会安定 你破坏世界和平 这个罪就应该堕阿比地狱 我们真的是无知 真的是迷惑颠倒 不知厉害 胆大妄为 所以你要真正明白了 你不孝父母 不敬司长 嫉妒邪能 你的罪不是很小 不是单单对你的父母 对你的老师 你给社会大众天下人 做了一个好坏的榜样 这个榜样 影响的面要大 影响的时间要久 你在地狱里头就出不来 我们齐心动念 思想波 思想波比电磁波的速度 不知道快多少倍 光波电波 我们现在知道 一秒钟 它的速度三十万公里 你要晓得 思想波 刹那之间周边发解 所以一个善念 影响虚空发解 一个恶念 也影响虚空发解 谁知道 谁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你真正明了 你自自然然就熟练了 自自然然就想善了 这在一生一世 是厨师在人皆无 不可能有一个恶念 恶念上前没有 哪里会有恶的行为呢 所以修行从哪里修起呢 从这个念头上修起 转过来 实在讲 这还不够了 我起心动念 照顾全世界 照顾这个地球 我还没有照顾别的星球 最后什么呢 还有星际战争 所以佛菩萨高明 佛菩萨起心动念 想着什么呢 净虚空变伐界 一切众生 所以他那个世界是和平的 他那个世界永远没有战争 永远没有灾难 是什么原因 爱心 他那个爱是整个虚空发界 它是真的不是假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绝没有偏爱 没有偏思 我们学佛从这个地方学起 从这个地方 这叫根本的根本 你看过去 不管哪个宗派的祖师 都教人从根本修 根本在哪里 根本就是念头 怎么把自私之力念头 转过来 扩大到 尽虚空变伐界 佛经里面唱讲 新宝太史 量周杀戒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法身菩萨 都是这个信量 我们如有这个信量 这信量真的不是假的 你就真的 法身菩萨 如果要知道 你真的 法身的果位 你就超越六道 就超越舍法界了 六道舍法界里头 什么样的苦难灾害 你完全不受了 学佛从这个地方 做一个转变 你是真干的 心转变了 然后你就改变你的行为 改我为善 改你为物 你真干的 我念的根 我们自己要晓得 因为这个根 太微细了 不容易觉察 要细心地去反省 观察 绝对不能有 丝毫的念头 控制一切人事物 主要晓得 这个是一切众生 无师皆来 居身的烦恼 这不是学的 我们看婴儿 几个月的婴儿 他就有这个念头 他喜欢玩具 吃的东西 他就想控制 就想占有 没人叫他了 两个婴儿在一起 你就看到 有嫉妒性 这个烦恼可怕 我们在行为上 要从这个地方断 对于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绝对没有控制的念头 绝对没有占有的念头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念头 互相敬爱 互相信赖 互相协助 不可以占有 不可以控制 你如果这两个念头 还没有确定根除 你的灾患不能避免 为什么呢 你想控制人 总有人控制你 你想占有 总有人要占有你 因果报应 我们有这个念头 我就得到解脱了 就得到自在了 你有这个念头 你解脱不了 你得不到自在 这都是古来的 祖师大德教我们 从根本修 他只讲这么一句话 根本在哪里 没有详细 跟我们说出来 我告诉诸位 根本就是自私自利 佛经里面的书语 就是我见我知 我一诗里面所讲的 就是莫纳了 莫纳是我知 四大烦恼长相随 你要把这个四大烦恼 我认为我知